记者年香晚台北报导,华氏内斗家丑延烧数日,总经理郭建宏不满遭拔官,控董事长陈玉秀诽谋,于天力挺多年好友郭建宏怒喊要向总统蔡英文告郁壮,经民进党中常会,他透露蔡英文一看到他就笑喊,于大哥,听说你要告郁壮和缓气氛。 于天经表示,中常会前,新政院秘书长卓荣泰就提醒他,华氏议题不方便在中常会讨论,但他还是耐不住性子提问,他表示,当下蔡英文回应,还在了解当中,卓荣泰则承诺会去协调双方。 于天强调郭建宏明明是11年来业绩最好的总经理,明明也不是做不好,却是因为董事长有自己主义的人选被换掉,这真的很奇怪,他更坦言,照目前民事董事长郭壮和陈玉秀的交情,反正陈董比较听民事,但如此谁敢经营华氏,谁敢碰呢? 至于先前陈玉秀在记者会上强调,政院及文化部支持郭建宏不是任案,是否属实,于天则低调回应,没问到这么细,民进党17日举行中常会,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于天出席受访时,针对华氏总经理郭建宏遭把关仪式,标态力挺郭建宏,并扬言要向蔡英文总统告预状。 记者廖振辉社